字幕XD 大家 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 我經常都說了,逢了就必共 這些人人平等,說的是什麼呢? 還有今天主要是說一些好東西 有我們的日夜繽紛,日繽紛要玩的 不過就是武刀弄劍這些 話說這個,科大草耳在中東悲州那邊招生 新宿舍呢,1500個宿位,就會在2024年底開放 至少貨真價實,他不是找那些芝麻人 會有一個善蘑菇的,走來進駐 他找的今次,一個是胡蘇勒特,一個是黑古勒特 中東,還有非洲,算不算歧視呢? 即是中東人一定留胡子,這個是的 他們是習俗來的,不是什麼歧視 為什麼加勒特兩個字?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怕你聽不清楚 好像日本人是敬語,這個歐哈喲 普通人說,歐哈喲,你對上司說 胡蘇,是對普通人說的,要專稱 胡蘇勒特,黑古勒特,是不是這樣? 還是你有其他解釋?我不知道的,用開的 話說,這個科大的副校長汪洋,這個名字很厲害 就表示大學現在計劃,去中東油長國 還有非洲都是油長國 不過一個就有石油的油長,一個有天然資源的油長 這一帶一路完善地區招生,護訪,吸引更加多的國際生 那是很壞的那些人,因為他又將國際裏面很多不同國家分等級 就是維洋人,美巴士叢,就是美國,英國,加拿大那些 他又覺得特別好,人家什麼烏干達,盧旺達那些 就覺得特別差,那你這個是分了等級,不好啊 更何況他們都有優點的,是不是? 胡蘇勒特,黑普勒特的優點就是 新積能力特別強口各樣,那香港作為小子化 這個肯定大家都同意啊,的一個定方 那向人家取一下經,看一下怎樣可以 攬山蘑菇嘛,是不是? 攬山蘑菇,但你有某程度上可以這樣想的 人家那些,地大蜜薄這麼多定方,又真是不怕生的 還要那些農田、礦產要人幫忙的嘛 生一件就是一個生產力,先說到這裡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夜崩紛,要玩的,馮希乾前輩 也有說到這個,夜崩紛,不是國際大刀會 是國際格劍之刀,話說夜崩紛,很多小朋友 大朋友都有,走過去就武刀弄劍,有那些Saber 啊,like,saber,螢光劍啊,這些是外國風俗來的喔 Star War 啊,聖戰啊,μДaan,d kontroll 是不是需要用一些收音機播行這些歌才厲害呀 還是十面麥幅呢, такnderng,就算沒有劍 你應該沒有華山劍法或者闢邪劍譜 為什麼沒有羊人戰,但是有得同樂好OK 不過 江劍迷 我們叫稍有微言 有得玩都還有微言 話說 深水堡桂林街開羅 這個是江劍攻殼 為什麼叫攻殼呢 我不知道 攻擊那個殼 還是圖有虛名 你都插不屎人 天天大都會你拿把江劍過去 看看能否抵擋得到 可能能抵擋得到的 那傢伙會笑到鞠躬蝦米 然後你就趁這個機會逃生 有香港體育學院武術系學生和運動員 香港江棍節 啊不是 雙節棍 總會青少年成員 輝舞江劍表演 也有新興運動協會教練示範江劍比賽 即是全部示範的 看看如何武刀弄劍一番 還有日文歌廣東歌作本 哇 完全是蝦餃燒馬奶尿牛丸 混合一堆 如果請中東油長和非洲油長來跳台官舞 我覺得別具一番風味 但是作為江劍迷 哦 他們投訴 的袁先生和袁太 不是容媽媽 容海恩 袁尼昌 江劍迷 應該不是的 走過來 觀摩一番 同時 因為江劍功學 四個字 就比較日系 鹹蛋超人 日系 不是這些聲戰 以為會有驚喜 不過啦 看完那麼多表演者 樂力演出 他覺得都是樂力演出來的 很樂力的HAPPY拍 跳行舞 出汗 那些 但是怎樣呢 他認為 批評人家這樣的事情 舞台設計很差 而且比同場的電影市集 模糊了焦點 那就對了 你搞這些 你關了電腦市集 搞夜奔分 夜奔分大曬的 怎麼可以被隔壁的電腦節搶了風頭的 但是由於舞台設計差 你想怎樣有舞台 就是升高舞台 讓小朋友在隔壁 隨時跌倒的 這麼危險 當然不要搞 隨便搭個棒 可能他只沒有那些光影效果 要打光光 打到整個東西這樣才行 總之 我不收你入場費 還多多生氣 這班傢伙 袁生袁太太就說 不知道下星期會不會來 深水埗 使得你多少交通費 那壞人 那師兒呢 他們有質疑不專業 因為表演中間有口誤 嘩 你想怎樣 口誤每個人都有 但是這個口誤好像很嚴重 因為很多的觀眾以為表演已經完結 所以離開 但實際上是未完結的 這個不止口誤 這個是流程出錯 你搞錯了 你不用理他 那些什麼 袁生袁太 剛劍迷那些要求過高 話說3月2號 如果你想 在桂林街晚上6時至9時 都還有剛劍對打的表演 25號了 下週 大概6點至9點時候 又有其他的活動和表演 還有我見到他會噴煙的 煙霧離慢 又有歌舞座慶 可能因為他看不到那些叫日系那些東西 但是你看到很多大媽 以及街坊街里各樣 走過去日崩崩這些 拿著把劍 就連師奶 五十幾歲人 都拿著 還有 光劍棉花糖都有的 五眼六色 吃完色素落土 不要緊要啦 開心啊 總之就日不溫 還有人穿著著 紅本紅都出了 拿著把東西 不熱的嗎 雖然現在冬天 那件事不得了 最大打卡位就是 紅本紅 但是你不知道跟他打卡 會不會劈你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馮熙乾前輩講些什麼 古有月圓之夜 紫禁之癲 一劍西來 天外飛仙 城市之都的中國香港 都在深水埗上演了一場 元宵之日高登之前 兩藍隔劍 繽紛到癲 驚天地一鬼神 看一下馮翁的文采 可不可以幫這個 易崩崩 生息不少 唱好香港故事 挺好的 我覺得 好了 正如高手 就不需要帥仔有型 城市要辦得有聲有色 有色夠professional 都只不過是 星斗市民 一廂情願的想法 言下之意 讚還是彈 近來的人 讚和彈 都要用心領會 好像麥玲玲 讚還是彈 情比金堅 很佩服清霞 不過他那些應該是淘寶貨 即是怎樣 城市要搞到有聲有色 夠professional 就是你期望過高 其實夜崩分最緊要是熱鬧 熱鬧 熱鬧 我見到多少人 都夠熱鬧 好了 文政事務局 女仔局長 那個女仔局長 現在他叫 文米娟 不和你一般見識 他認為只要在街頭 媽媽夫婦 演幾場叫做 光劍格鬥 推動動漫歌 去文米娟 一個人殺光 放一個攤檔 示範文米 包補大排長龍 立法會議員 表演文米 還不是天下無敵 穿上白衣白褲白鞋 你想怎樣 整個天使那樣 好了 又適合心水埗 然後喊幾聲 城市口號 足以帶動人流提振香港經濟 這個是那個女仔局長的想法 全世界都說香港 完蛋 但是文米娟仍然自信滿滿 覺得 憑著這種土味格劍 絕地翻身 樂觀到這個近乎無恥的程度 令人動用 哎 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馮翁都變成了 星斗市民 一雙情願的想法 你要振興經濟 一定要大龍鳳的嗎 不一定的 這些小龍鳳都可能可以 我們西方有一樣東西 叫做蝴蝶效應 對蝴蝶拍下翼就可以引起巨峰的 你怎知道文米娟局長這東西 就是剛劍格鬥 那不行 可能被他闖出一個明天 做人的事不要那麼惡求 我們這些幾好 不是逢中必反的 OK的我們 你有東西看下 但是我給了建議的 我認為 無論文米娟表演文米 又或者是 江玉歡表演降館舞 給大家看的時候 不要穿那麼多 這樣的時候 就肯定是吸引觀眾的 好過你那些什麼 江劍日 小孩子吸引到 你現在吸引大人 吸引大小孩 大家都知道 你要高級黑各樣什麼時候 要學師老闆的 讚一下他 然後給他意見 那就不犯23條 天滅足共 全黨史清江 就是先讚他 23條搞得挺好的 天滅足共 這就是我的建議 好 所以馮翁都有建議 既然江劍經濟有得想 就應該打鐵趁熱 推出一個18區的江劍日繽紛 日頭怎麼行 那些江不得精彩燦爛的 那再來江劍夜繽紛 這個OK 然後就是 江劍日夜繽紛 連著他 原來日繽紛是來襯托的 都OK 還要跟隨習主席升分 注入中華文化傳統元素 要素元素都可以 我夾襲成了元素 是什麼 穿漢服去江劍 是不是可以 就不好 給市民一見江劍 就條件反射 看到這個星球大戰 oh sorry 原來我在馮翁眼中 都是一介小事物 不是江劍是中國文化 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來是這樣的 你們那些共博 口口聲聲說中國人 不用我教嗎 是喔 你不可以讓人想到聲戰 就是關刀 是不是 你隔什麼劍 隔關刀 關刀繽紛 張飛那個是 象白蛇毛繽紛 還有雙古劍繽紛 方天畫激紛 不是喔 原來有江劍故事的 中國 馮翁說到中國第一個江劍故事 就是唐人斷城式 也叫做 有陽雜左 四個字 可能你都不會寫 書中了 就有西京店老人 嘩 怎麼找的你們的資料 厲害呀馮翁 真是佩服佩服 發手掌 說到毀行規 人來的 在傍晚 路過京城西邊 即是京西 自住京西 一個女店的時候 阿伯圈 他不要夜行 因為道上道策如無 毀行規 自詞於 即是覺得自大 精於公尺 不加理會 有一軍人身大功 阿伯奇直升機 就跟他露兩手劍術 毀行規指劍怎樣 空中有電光雙軸 如谷像勢 厲害呀 這個就是光劍 夜空中有光劍雜來 身旁的樹 都被劍光削成目蝦 劍氣 劍23 你呀 23條 嚇到夾著尾巴 圖回女尺 23條 厲害 所以毀行規就知道阿伯是高手 就要求他 傳授劍術 傳授劍術 還是傳授魔術 他 隨便耍牧蝦 來玩你 傻仔 阿伯就開女店 原本賺一晚留宿費 猜不到毀行規是怎樣 這個叫做窮遊L 芝麻人 他是啊 他古人 古書裡面還不是芝麻人 寧願冒險 講路都不願意光顧的時候 高手都要吃飯 阿伯奇直升機無奈之下 就出劍教訓一下這隻彈傘 很多大陸客來香港不願過夜 可不可以學習一下老爺爺 怎樣去留客之道 可以呀 關都繽紛 雙股劍繽紛 見到哪個人吃飯不給錢 即是那條過夜數都未找的時候 就關都一下他 是不是 看下他下次敢不敢來 教訓一下他 離境稅 等你 所以那個女仔局長呢 其實都可以為這個 香港剛劍經濟盡一分眠力 OK的 都穿著一件風濕外套 一旦有內地人 不肯給錢各樣那些 那就挖開衣服 嚇他 嚇到他逃回羅湖心鎮城 林宇棠就說是中國新聞報紙之苦 那個人叫做黃濤 讚不絕口 那黃濤怎樣呢 寫過一本叫做巡忽難言 裏面有一個叫仇慕良比武招親 仇慕良就是西安的江劍高手 他說有交際而勝者 怨鳳姬爪 就是幫手掃地各樣那些 沙姬就用來打掃這樣 而有個少林和尚 嘩 校婆搜不到吧 就見到告示 叫武林高手偉文莊作本 即是他自己都怕的 要找人收ABC 一起去比武了 結果和尚被人打斷了隻腳 煩心未了 等一下 沒說打斷第幾隻腳 偉文莊接力比武了 反而是他 拔劍雙鬥 但是仇慕良見到了 這個偉文莊出手不返 不敢怠慢 取劍雙刑 中環揮霍 沒多久韓光萬道 莫辯女影 而偉文莊要出盡混身解數 但是突然 仇慕良收劍認輸 表示願意以身相許 又是這些橋段 即是本身都唔另一條人 不喜歡個和尚仔 他就打斷他的腳 另一個叫什麼 放水 可見了 中國由唐及清都有光劍格鬥 就不是洋人星球大戰所專利 蒙翁這裏教你什麼 教你了 凡事做一下功課的時候 你都可以 即是你自己本身都不尊重中國文化的 破四舊立四身 在這裏 蒙洋人私忽都是鄉的 崇洋未愛 那誰幫到你啊 咦 還有啊 文米娟雲英未嫁 你也是的 鎮英 經常說介紹男生 你被他搞到這樣啊 那今時今日找他做大灣區會不會是這樣的啊 無論如何 文米娟奮身提振香港經濟 如果食著條水呢 在香港啊 搞一個 哇 女仔招親格劍大會 成腰李家超餅強一眾猛男啊 開場和他 嘩 用這三個字啊 打這個叫做真軍 深信呢 香港啊 可以一躍成為國際格劍中心這樣啊 成為宇宙第一城市之都啦 厲害厲害 就是這樣樣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